大家好 欢迎收看Aviv Terra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开箱分享 就是这个Yogi Path 这一副牌呢 其实是我的频道的这个 I guess它应该算忠实的观众吧 因为它送我这一副牌 我非常的感谢 Thank you 然后呢 这个它这边 我后来发现Amazon会送一个gift receipt 然后上面会告诉我是谁送的 所以特别谢谢Anna Thank you 那因为这一副牌 其实我已经收到一段时间了 然后但是一直都没有时间 做一个开箱分享 所以如果就是你在想说 为什么还没有用这一副牌的原因 是因为我想要做开箱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牌 然后也要谢谢你 所以现在我要做开箱分享了 所以就可以下一次的大众占卜 我们就可以用这一副牌 那这一副牌呢 是这一个Sahara Rose 它这副牌很大 其实我的手不大 我的手很小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这样 好 那么 那么 现在就来做一个开箱分享 这个这里面哦 我等一下讲 它这里面呢 是这个 好像割到我 割到我的 盒子了 大家知道我有点就是你知道 喜欢我的东西星星的 好 这副牌里面呢 它有这个guidebook 然后有这个box 这个盒子 然后这个牌 然后还有这个牌的box 里面有这个 然后总共有54张牌哦 ok有54张牌 它是这样抽出来的 ok 然后这样 这一副白色的盒子 很漂亮 有没有 跟我的黑布 这样比 哇哦 ok 哇 它的这一副牌的里面的这本书 彩色的 ok 然后它要解释每一张牌卡 Upright是这个正向的意思 还有逆位的意思 正位逆位的意思 也有在这个里面哦 ok 这个书还蛮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 它这个里面用的神哦 除非你对印度神很熟 因为它这下面好像都是印度神的名字哦 嗯 或者印度的字 所以 就是你知道 只是看这个的话 你就想说 什么意思 哈哈 OJAS 什么意思 这里写了 subtle essence of health and well-being peaceful and patient 就是关于你的健康的部分 然后叫你要 非常的安静安宁 还有有耐心 这样 所以 嗯 这本书还蛮重要的 然后呢 这个 盒子 OK 好 放这边给大家看 54张牌 所以这个是牌的背面 它有烫金非常漂亮 可以看出来了吗 漂亮 OK OK 好哦 我就不讲了那个你们可以看 看看你们喜不喜欢这个牌 Yogi的意思是这个瑜伽热爱瑜伽的人 如果你们想说 诶这是什么意思 Yogi path 就是 呃 嗯 通往 变成一个 瑜伽 呃 也不 Yogi是热爱瑜伽 然后也是非常 有点像瑜伽师傅的那种感觉 所以通往这种 瑜伽师傅的路 OK 很有趣哦 这个是Buddha 这个佛 这个是Buddhi Karma 这个我知道 因果报应 OK Karma 这张 一 一 一 这个Rajas 他用一只老虎让我有那种力量牌 塔罗力量牌的感觉 这个应该是千手观音吧 是不是 或四面佛 这边有四只手 这感觉很像那个泰国的 千手观音是这个 Shiva是千手观音 所以刚刚这一个是四面佛的 很像四面佛的 所以这一副牌蛮适合 就是佛教对佛教很熟的人的话 我觉得这一副牌还蛮推荐的 因为我没有专属任何一个宗教 因为我觉得 每个宗教都是要我们向善的 我就不想要归属于哪一个宗教 这样我就可以非常自由的 看每一个宗教这样 如果你对佛教特别熟悉的话 这一副牌应该还蛮适合你们的哦 然后这一副牌就叫做 A Yogi Path 然后这是Anna送的嘛 所以它是从Amazon买的 但是我知道 应该其他的这个店 应该也是有的 那所以今天我们开箱分享 就是这一副牌 希望你们会喜欢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跟我留言的 分享的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哦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我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